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那天走失了人海 一定挣扎回现眼路牌 等着我一定会来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 去年八月 我预约了美国领事馆签证的时间 是为了来找我吗 我预约了美国领事馆签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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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为自己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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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预约了美国领事馆签证的时间 每个人的 decision你做得很担忽 你一年后的意见你做了美国领事馆签证的东西 我预约了美国领事馆签证的时间 我预约了美国领事馆签证的时间 另外 盛米斯很担心那件事情会被爆出来 成为英索的又一则丑闻 让他先全力应付领帮检查机会的调查吧 好 英索 你需不需要一杯咖啡 好 那我先出去了 那我先出去了 情况怎么样 情况啊 那个工真员早入失业了 据说他是一个毒鬼 现在我们去的那个赌场 他经常在那儿出现 咱们先去一趟 碰碰运气吧 好不好 好 只不过你这样打扮的也不行啊 怎么了 来 我们看下一句吧 第二组 对 对 就拿第一组 重新前一点 好 再一张 OK 下巴第一组 很好 再一张 OK 我们换一组 下一组 小心 看着陆啊你 怎么回事你 小心一点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陆远峰这小子最近怎么回事啊 老躲着你似的 不会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咱们的事吧 肯定有问题 我跑什么呀 不就做个梦吗 我 我心 我心虚什么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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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喂 你 你 不是 我 我 我什么我啊 你什么你啊 啊 我搞不清楚了 不 不就是喝多了吗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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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对啊 不是 怎么样 不是 我 我告诉你啊 这个呢 是 成年司的那种规矩 你呢 我多想 我是不会负责你的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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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是 我是第一次 我告诉你 你 你别得了 你还便宜 还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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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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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不能虚 心不虚 心不虚 你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来 喝了它吧 赶紧 过几天要去剧组了 看你这几天胃不舒服 赶紧喝点黑米粥 养养胃吧 怎么了 没事 我没事吧 哎哎 怎么回事啊 这女模特儿真是 刚吃完就吐 不知道这样对身体不好啊 刚才里面吐的是你啊 关你什么事啊 你怎么今天不跑啊 你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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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抠嗓子眼催吐 对你身体不好啊 胃酸会灼伤你的食道 为了保持身材 连命都不要了 第一 我没有抠嗓子眼催吐 我这是病了 第二呢 像我这种天生丽质的美女 是不需要刻意保持身材的 懂吗 三天不自恋你会死的 去喝口水 别说了别说了 又怎么了 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呀 不对呀 他吃了什么我也吃了 没去看医生啊 看医生 你不知道我们消消那脾气 上回感冒啊 都快晕倒了 我才给他送医院去 几天了 三天了 不行我还是带他去医院吧 不然再这样下去 我都怀疑他怀孕了 准备 三天 四 三 三 快點吃 有吃的 我來過飯了 是這個路嗎 我肯定過了 謝謝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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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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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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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妈 我要结婚了 看看 我说吧 就是结婚的事 怎么这么突然 对方我们还没结婚 你就决定结婚了 不是 亲家是干什么的 我们都不知道 孩子 那女孩是不是 电视台的那个主播叫 何以梅 是不是她 就上次你千万百计的 来找我 和他们领导去说话的那个 这个女孩倒不错 是啊 电视上看上去温温玩玩的 学历也高 职业也配得上我们家 对对 不过 你怎么也现在把人领回来 我们看看呀 是啊 这样吧 要不下星期五啊 晚上你让她 到他们家来吃饭 怎么样 对对对 我们是不是要 准备准备 爸妈 我跟何以梅分手了 那你要结婚的这个是 是个模特 叫萧萧 那 她怀孕了 我 是个模特 你没有 我去坏一下 等一下 你别动 等我一下 等一下 你别动 有什么问题 好 走吧 那些时候 你都没这么陪我玩过 确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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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我们一起喝吗 其实 我和我的女儿在一起 不,我和她姐姐 她说是你 好 我好疯了 我的女仆,你起来我看 干嘛 好好好,坐坐坐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呢? 你去找她 当然不是,我只不过听说 第一次吧 好吧 你去哪里? 我现在给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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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我现在给你钱 她 Bagации 姐姐 啊 快 sharing 能不能让你生意厂上的那些事 不要出现在我们家里 今天施工公司的老板又来了 是不是何汉山 不知道 他只是说他姓何 那没错 就是他 他要钱呢 去年我结束了一个工程 可是我把款早就结算给了总包商 这个总包商好像一分钱都没有给他 这家伙也够惨的 我听说他在外面欠了不少的外债 都被债主逼上门了 他肯定是走投无路 跑到我来来要钱 可就算是他来静坐 我也没钱给他呀 我的钱早就一分不剩的 都接给他们了 对了 听说他老牌得了重病 现在正急需用钱 不要告诉我这些 你的这些事我不关系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你看上去也很熟 这些人 人有相似 这不解 这个何汉山 你真能做 被债府逼了 不小心从楼上摔倒 就这么死 可是你说他们公司这些人 整天盯着我要什么钱 该付的我一分都不欠呢 好 清方 我想托你件事 什么事 你说 上次你说 你家女婿是管户籍的 我想问一下 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一个人家里的人口成员 这 会不会违规啊 就帮着看一下 这个人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就行 不用查其他资料 那行 你说 是谁家的儿子 何汉山 哇 Mr.Wolf 你今天是在家里 这就是你的案子 Mr.Wolf 我会推荐你很专业的专业 你不需要任何东西 它是完全自由 但是 你必须说 如果您能够认识 你会认识 你当你不信任何事 你不需要做 如果您觉得 你不信任何事 你不需要做 我认识 我认识 你认识 你认识 可能 你会给你更多 钱 网友 常常常看起来 你能看起来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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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认识 你会更多 专业 你不信任何事 你不信任何事 你能求求你 好朋友 她是帮忙 她是帮忙 她可能会让你 我认识 他会帮助你 他会提供了 因为 因为他的企业的企业 他会在职业 如果他们知道他支持你 你会在职业也会在职业 和所有媒体 你会在职业 所以你确定他会帮你帮助你? 来吧,听说 他的企业的企业 他会在职业的企业 没有人会帮助他 他也不会帮助你 所以说清楚了 今天是最终的日子 你能选择你的企业 没时间了 选择今天 好 你没问题 好 好 哥们儿 我已经拿到最关键的真词 因素马上就要度过危机 那就是还没有度过吗 现在是最好的时间 现在 我们可以联系他们的律师团了 我会在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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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是否也有信任 那些人就看到了 那些人是否也有信任 我猜到他们已经看到了 嘿 什么地方 最后一位 您的坐在一起 您的坐在一起 我应该不会把你的提供的提供的提供 你知不知道,这不是我喜欢做的东西 来吧,慢慢来,慢慢来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房子里面 他给了我10,000$ 他说我去设计划证证 他专业的地方 现在我失去工作 你选的这个时机很好 在这个时候 我无法和你对簿公堂 但是这种落井下石的招数 未免有失风度 跟一个在离婚判决书上 做手脚的人来谈论风 应从不觉得可笑 这里是一份正式的离婚协议 你和赵莫生双方 就所有有关养子的探视权 养子的抚养权 养子的抚养费 赡养费 财产分配 都在这份协议里 做了详细的说明 如果你看过没有意义 我请在上面签字 赵莫生的情绪 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防守 请务必好绝好散 不要逼我 我要见一见陌生 让你惹记 你看 有没 他一直等着想先跟你聊一聊 期待你的主动离婚 因为你在美国帮过他 他把你当做朋友 总会用最大的善意来期待你 希望应总也能想起陌生 最初对你身处的愿手 如果应总愿意 我乐意假装不知情 让陌生认为 是应总自己主动结束了这一切 在你身边的环境 在你身上的尽管 你还能拨打吗 在你身边的这一切 你也不明白 是吗 你还不明白 是吗 我怎么这么说 我怎么这么说 你不知道 你怎么这么说 对 请问你是照相见的吗 是的 我是 请问您是议会先生吗 我是 我说你 你没什么时候到洛杉矶的了 你什么时候到洛杉矶的了 一个星期以前 也就是 在我回来不久 怎么不告诉我 殷大哥 我希望 你可以配合我 把我们的离婚手续办完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不会起诉离婚 美国的法律和中国的不同 你要起诉我 你要有正当的理由 否则法官也会判你败诉 你知道在这里 感情破裂 也需要双方签署离婚协议 但方面 你什么都做不了 殷大哥 我这一次来 就是为了我 即将到来的那场婚礼 没有任何的遗憾 我和你 是为了帮助那个 无辜的孩子 才有了名义上的婚姻 我希望它 简单地开始 也可以简单地结束 你说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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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的并不简单 至少我是有私心的 你的那个前女友 莫生 在我的心里 她早就消失了 我 对不起 大哥 我 我同意 我同意离婚 莫尚 你说得对 我们有一个简单美好的开始 既然注定要结束 我也希望它结束的简单 不给你留下任何伤害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把离婚协议签了 我已经签好了 剩下的叫个律师去问 好 你不用担心陌生 这次是真的 谢谢你 英大夫 你不用谢我 陌生 这不是我愿意的选择 只是因为 这是你想要的结果 希望你 幸福快乐 真没想到 英大哥竟然会主动来联系我 跟我把离婚协议给签了 这一下我总算是放松了 不过仔细想想还是有点奇怪 没什么奇怪的 也许忽然就放下屠刀立地成功 去下赌场玩好不好 不去了 去吗 去一趟吗 你看今天好不容易这么顺利 说不定我们的手机很好 会赢钱 这样的话 结婚我们就有钱了 何太太 我不至于连结婚的钱都没有了 可是我没有嫁妆 这倒是吧 我会嫌弃你的 你少说了一个字对不对 有吗 回去了 赶紧把婚礼办了 给的 我又后悔了 美国 我再也不要了 妈 他们应该回去了 音音 我没事 有什么事呢 刚刚佟小姐来电话 让我转告你 她决定离婚 离婚 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或许她离开上海之前 我给了她一些错误都误到 可是我保证 这些信号并不强烈 任何人听到了 都会选择智能而退 而不是鋭而走险 仅仅凭这些 就能让她下定决心离婚 我想我的态度 不注意让她冒这么大的风险吧 是啊 你甚至都没有给过她私人电话 可能我想 这个幼儿太大 万分之一的可能 也会让她搏一搏吧 不过这个佟小姐 打扰挺有赌徒的性格 可惜啊 她的赌运不佳 如果她真的离婚了 我不会内疚 我反而觉得 是我姐姐有她的丈夫 不过 要是现在阻止 还有可能性 您要我阻止吗 不 让她离吧 那然后呢 没有然后 知道了 您的 我忽然有些厌恶自己 是因为董小姐吗 不是的 我厌恶不择手段的自己 可悲的是 我大概还要这样继续走下去 爷 我 我 我永远会是你的伙伴 是你 事业永远 不会离开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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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有纯植物的吗 没有吧 只有护肤品里面才会有 哦 这个是昨天买的 可以看一下 这个品牌里面的东西都是纯植物草本提取 很安全 衣服都可以用 那你怎么不给她用啊 我给你戴了特别舒服的鞋 你要是不拍照的时候啊 就别再穿那高跟鞋了 这高跟鞋对 那什么不好啊 我还给你带零食了呢 你要是饿了 你就吃点 等吃午饭的时候咱来找你 午饭 对了 我跟凯文约好了 我们要去吃日料 日料 此生 你不能吃 我又不是你的女神 我不吃鞋 我没那么娇气啊 不是 不是 你真的不能吃日料 我中午啊 接你咱们去吃营养餐 我没开玩笑 一会儿我就来 好 小林 把我的高跟鞋拿来 姐 是这双吗 这么高的根 这多少厘米啊 十二厘米啊 十二厘米啊 十二厘米 它已经这么高了 你还给它穿这么高的高跟 有必要吗 咱有破根的吗 好 大摄影师 你不用工作吗 你如果不工作的话 我要开工了 我说你 好好好 我走我走 那个 你可千万别动气啊 你现在需要心情 愿 愿 我一会儿十二点钟准时过来 我走 我轻轻放开了手 低头沉默 安静的嘶吼 分开不过是眼泪 暂时停留 在我的眼眸 憧憬后 你的难过 不再有我 是否忘记我 再一万次 再一万次 你回过头 你会发现还有我 陌生的文具 总是来不及 代替我的 不安着急 这一场游戏 没有人犹豫 想我绰绰 想我绰绰有余 等待最后一眼 最后一遍 最后一遍 滴滴答答 消失的世界 最后这场爱情 难逃豪杰 倒数幻灭 这鲜鲜的告别 沿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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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海岸线